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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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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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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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国会违法成功之后 中国就变成了君主立宪制 虽然还有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就和日本太皇那个样了 这是一个象征没什么实权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实现了天资犯法于蜀民同罪 在国室会这样的汉子都是红人的 这都假的 这时候才是真的 当然在现在再么遇到这一天 百姓的政治意见可以用合法的途径来提交 所以呢在1911年就不会发生新鲜革命了 你隋忠散更不会推翻新政分 你推翻新政分干什么 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说呀 大秦旺朝 他会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 显示生活中侧习想赢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沙克、老熊、帝国、西班牙、比里士、荷兰 这十亿共产家宣战在这个家乡历史中是不会发生的 当然在家乡历史中也不会由大使馆为侯业 那更不会引发这所谓的八国链军侵化战争 那当然也不能潜出赏券入国的新鲜跳远 也就没有最后的十亿粮背影的配款 根据无需变法的后卫烂拓在1898年的时候就开始大力发展责民主义工商业 被显示生活中的1916年体现了14年 再结合某行手跳远配款的因素 大秦国干涉销日本应该不成为天 因为显示生活中的话 这个日本他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可行手跳远的配款发展起来的 由于无需变法提倡命桌 所以大家眼泪会比较责用 在考虑的行为媒体等方面的因素的传播 在1917年恶国失业革命成功的消息一定能传进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会传播开 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行来跟随他 你现在四天坑六千万的掌握人 都有天分 你别说关于国家人都追了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依然会成立 他的目标还一样 就是代表农民的利益 实现社会主义利益群战 在显示生活中 孙中山推翻青春风火 为了对付院士开的北洋军发闯建了国民党 发动了北派战争 他想要实现通议 整个事呢在家庭历史中也就无需变法 如果说成功之后 他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同意了 你有什么意见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开会讨论 你用不着我都弄强的 你如果真正大张了 那你国民党你就是高分裂了 你别说清准服务不答应 这共产党要知道了 共产党也得走他 你无论是实现责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他前期的目标都一样的 那就是国家不能高分裂 这个很好理解 在显示双方中 共产党不也是和国民党一起合作 北派嘛 一个道理 在无需变法中 还训练了新式陆军 开办了包顶军校 以给国家输送军事人才为总之 这其实有相当于 人事历史当中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有多了些 这个就不用我都说了吧 原来是清准服务下班的军校 他肯定会依靠清准服务的 这个北洋系的物管的训练 而北洋的黑军和设备 早就在1894年的家务战争中 就缝罵了 这时候的军校并住 大多数得是以陆军为主 不过有这么一点要注意 无论中国这边怎么变 你人民膨胀的严肆不会变 他们对领土扩张的需求不会变 所以 还是会认知朝鲜版道 和达清的东北地区 在真实历史中 人民发动了九一把事变 带领了东北 国共正在大战 人民可以解决在东北 跳成五六年 可是在家乡历史中 清准服务是由国会管理的 他不是讲解释能 剁菜的风筒说了算了 这时候的共产党 他不会有太强的军事力量 他对清准服务不成威胁 一门大伙子 他们经过战争的系列 他就算有军队 那才不会太厉害 所以呢 国内发生的战争可能性不大 人民肯定也知道 所以说大持久人 他肯定不是清朝的对说 他真的四战四卷 接着呢 他就会进攻关联 被随于七七事变的事情 就会随着发生 相隔时间不会太长 清准服务和共产党势必会练受抗争 共产党会因为自身能力不想 不敢和敌人硬碰 战争出其多疑优击点为重 人民情话肯定会影响到 美国与清朝的贸易亡恋 让美国不满 势必会遭到美国的制限 比如说不满给他失忧 不满给他武器等等等等 找到了 给你下班的传销线 这个美国不太山上了吗 你人民这个亚子比包的名字 他为了拨复美国 他仍然会发动太平洋战争 突袭震中钢 结果这看向越是因美国残战 那肯定是人民完了 最后就是人民大败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 增强了军事实力 由于和秦王朝的主义不同 那一个责民主义 一个是社会主义 那肯定不一样 双方他比优亦然 由于多年战争 造成了五字匮乏 我家肯定上了 百姓生活困难 由于因为无需变发 代表的是责民主义的利益 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人 是农民 农民心生不满 共产党这时候贴上的 大抵如分天底 天下卫功任人有非 大家甘给逮得 共产党以五字少的时候 懂说实为天使 用占用的右击战队手 实为敌礼 在百姓库的时候 懂说实为任何 再去天使敌礼任何之后 喝出秦政服不败呢 由于曼庆一致 以北京为首都 正常有流淌的幼母命中的学业 她是女人类的胡带嘛 所以 他们对南方的控制力不为太强 我推测 最严重的地方 很可能是共产党 黑难 或者泰满等等的地方 总而言之嘛 通议的大方言 肯定是幼难向北推进的 最终 大秦王朝会灭亡 事件大约是发生在世界 在凡发西斯战争结束后 四年的事件里 事件现场打贴和真实理事问贺 在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所以呢 无论无需变发 有没有成果 对中华民国的影响很大 但是对现在的影响 也就是说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 当然也有 正常说 如果无需变发成功了 现在泰满上早就回到中国的怀抱了 学生店14岁考出来 点价开车 一倍61岁 因学生不满 如果换到你是长假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没有看过这条新闻 我可能也会对商家产生不满 我会认为这是有点 敲买敲买的买卖 但是很不敲 我看过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学生活改 商家也在操作没有 如果换到我是商家 我也会给他上一倍61串 我的态度为什么专业这么大呢 你看他写的太难 你就知道了 我们来跟大家放大一下 你看他写的这是14串嘛 我相信因为十个人 得有十亿个人告诉你 他写的明明就是一倍61串 为什么是多了一个人呢 因为你自己也会说 这家的是14 明明写的就是一倍61串 有的人也许又会说 那商家不知道合适合什么 他合适什么呀 你看这个学生点的一切 下的东西 75串 77串的比比结实 这不像之前他点的 都是说78串的 你来一倍一倍61串的 感觉话捧不复 那都点这么多的 你得来一倍一倍61串的 也不突兀好吧 我们假设正的就是商家的问题了 商家上错了 你问的是说是开错了 还是说这个菜单球 他写的鞋错了 那你吃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吗 14串和一倍61串 你分不出来 行就算你分不出来 那你不是有残酿屋吗 你那你能其实无数的 你当个残酿屋 你对比一下 你这个所有的14串 并能其实无数的 它多这么多 那正常吧 最后你都吃完了 你跟人家说 你点的是14串 这个谁信仰 其实说到这个行为 我还想到的一件事 是很久之前的了 当时是说 有人在潮市 用杨昊发行的 10月免资的纪念笔消费 找到收银员的举业 他把大家潮市给告了 说他举出人民币 我们知道 我们平时用的钱 都是印的冒主席的花响 但是杨昊有时候 会纪念一些重要的事 他得发行数量有限的纪念笔 按照法律来说 纪念笔是可以作为 登资免额的人民币 在史上上正常流通的 潮市据说 确实是违法的 如果换走我是那个收银员 我也不会输 或者说 我现在我非常赞同 收银员的那个做法 原因很简单 你这个纪念笔 即使是真的 但是我没见过 我分不清真假 哎呦 即使我捡过 部分人都没见过 货币用的货币 起码你这个钱先铺计再说 平时捡都捡不到的钱 我要是不收就违法的话 那我真的说 中国的法律现在依然不健全 好 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 听闻的步骤 大家有两种发发 可以向我们听闻 一种是需要花费一分钱才能听闻 早中问题一旦有人收听之后 听闻和回答双方 都可以获得死毛无分钱 有两个人收听就是九毛钱 一次论腿 趁整笔里函数 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被回答 这一分钱会在48小时之后 退回到你的账户 这种方法需要大家打开微信 关注我们另一阴影师的公众号 账号是 打写着另一阴影师的 拼音收字母后夹886 关注之后 发送按于提问 点开或取道的链接 有详细的介绍 和我们的手里接拓 打开的这个网页点 你直接拖到页面最下方 下面有一个阅读院位 点下这个阅读院位 你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 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 你可以用低了中方法 那就是关注我们 另一阴影师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直接在后发传后 会在以上两种问题中 随便挑选出那么一两刀 放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你的问题不想被分享 请你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明 否则我们某认为是可以分享的 当然为了保护大家的因此 我们会在各位的名字上 打上马太克 好 风声鱼声 杜鼠声 拉雅祥银 真好听 新鲜好玩热联士 近代雷一英语 是我们变气去讲这些 下期再见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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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